西方白虎七秀,奎勒欧阳鼻子深 我们说前两个 首先说后面这个 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一带而过 说是不重要 但是比我们普通人来讲,不知道重要到哪里去 在天上呢,它因为不是在白虎的重要位置 在第二个 那叫什么呢,楼金狗 如果我们实在难以理解 可以用这个狗这个动物的特性去阐释它 代表着正义忠诚等等 据说这个狗被封为神兽 反正封为神吧等等 有比较出名的有夏天玄 还有这个 那个地藏王菩萨下面的座下地厅 怎么是狗呢 它前身是一个大白狗 像船是如此 如果还不了解 看这个字 这个楼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这个巨重 等等 这个字 它的这个形状 我们知道甲骨文 最早的字 都是由像 画出来的 像是一个什么 就表示这个意思 而最大的像就是天象 我们二十八星秀 所有的几乎都是如此 表示类象 那中国字又衍生出很多其他的意思 意思代表多疑 那魁梦狼就比较重要了 一个狗一个狼 可见这个狼 更凶一点 更厉害一点 那他刚好在白虎 在头跟爪的位置 相传他曾经下凡 看到唐僧取经的时候 把唐僧变成了老虎 也是有这个意象 那他下来之后还痴人 还私自下凡 跟女子成亲 甚至生了孩子 这些都是天庭的重罪 但是为什么 有没有严重惩罚他呢 而比如说猪八戒 就要经历这么长的痛苦 有一说是他背后有背景 被这个二十七星秀抓回去之后 玉帝说一句话 将功补过 如果没有 就最佳一等 这个后来被放到老君坐下 帮山风点火炼丹 那原坐下的那个两个童子 化为这个金教印教大王 下戒 他们找唐僧 也是要吃肉 然后就 有一个画像 据说是他画的 因此而立功 包括老君 一定也是护着他 后来贯复原则 那当然还有很多背后的其他原因 据说 他这个跟这个百花修公主 在天上 曾经也是一个侍女 但是因为受不了诱惑 因为天上对男神的惩罚 不如女神重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有机会再说 所以可见天尊地美 那这个他就说 还被勾引 但是他后世 有没有这个 不潜事的约定 这个女子有点 不记情嘛 但是他 他就为此而打他呀 或怎么样 这些我们就不纠结了 但是我们说 这个所谓现在这些阴谋论 但是他背后的原因 因为 人重阴 凡人重苦 他一定是有个人心先的 如果搞事讲几句漂亮话 如果只是用寂寞 那上天该怎么治 我们老是拿以凡人的 普通人的角度去揣测的 太简单 写人藏制